下面一个重点词呢 咱们来看一看后边这个 两件事之间间隔的时间 这是一个名词 这个在生活中用的特别多 也是个重点 要记一些搭配 我们先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Interval Interval 好记了 它表示两件事之间间隔的时间 这个名词叫Interval 那么这个词呢 我们重点的记忆搭配 我们有个常见的搭配 就是A B之间的间隔时间 我们一般说 Interval between A and B A B之间的间隔时间 Interval between A and B 可以这么来说 这个我们 这是第一个常见搭配 还有第二个搭配呢 是每隔一段时间 某事发生 这个搭配叫A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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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als 每隔这么一段时间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At weekly intervals 就是每隔一个星期 某事发生一次 At twenty minute intervals 每隔二十分钟 这个发生一次 注意这个twenty minute 在这用单数 因为李老师在第三册里就讲过 名词做定语的时候 一般来说得用单数 三岁的男孩 three year old boy 就这么一个道理 注意这是每隔一段时间 这是什么来说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The trains run at hourly intervals 这个火车呢 每隔一小时发一趟车 每隔一小时 我们前面形容词 hourly 我们知道 名词后面加ly是形容词 weekly是每周的 是形容词 hourly是每小时的 也是形容词的 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看 在我们四册后面 课文中还出现了 类似的搭配 比如说二百六十九页 最上面的一句话 二百六十九页 最上面一句话 咱们看这句话 怎么说的 这是秋吉爵士 在写页月号这个书中 一个重要的句子 他说 Indeed it may well be that those who work is their pleasure are those who most need the means of banishing it at intervals from their minds Indeed 是个书面语 在这翻译成 in fact 事实上 而不翻译成确实 是多意思 这是翻译成事实上 事实上 it may well be that 是个固定搭配 可以翻译成中文的 也可以这样来说 就这么一个搭配 叫做 也可以这样来说 it may well be that 固定的一个习语 一个句型 可以背起来 也可以这么来说 怎么说呢 那些工作 就是他们乐趣的人 是怎么 就是那些人 哪些人呢 who most need 就是最需要 我们知道 这个most 表示最怎么怎么样 如果修饰一个动词 那么在前面 不一定非得加定乎词的 他修饰形容词 最高级 那么应该讲的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最美丽的女孩子 但修饰动词 最怎么样 他不一定非得加的 这个在新概念英语 第三册时候 咱们曾经讲过 在第三册里面 说过一遍 这是复习了 最需要怎么呢 最需要这个方式 什么方式 of banishing it banishing 本来比较放逐的意思 把这个人充君发辟 放逐到一个荒岛上 就被他打不走 被轰走 这个it 就是指前面那个工作 把工作当做乐趣的人 他就成了工作狂了 连家庭都不管了 所以这种人 是最需要这个方式 什么方式呢 把工作 每隔一段时间 从头脑中赶走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应该享受家庭生活 享受度假的生活 每天都工作的话 成了工作狂了 走到这个阶段也不好 你看这个at intervals 也是翻译成 每隔一段时间 他前面没有具体的修饰语 就没有说 每隔多长时间了 每隔一段时间就好了 我们整个翻译一下 事实上 也可以这样来说 怎么说呢 那些工作就是乐趣的人 他们最需要 这样一些方式 什么方式呢 能够每隔一段时间 把工作 从他们头脑中 把它赶走 打发走 我们享受家庭生活 那么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这46课的标题 就是业余爱好 哈比 讲业余爱好的状行 好 这是interval这个词 表示两件事之间的 间隔时间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学到这里 词